第三題 第三題這樣說 第三題說 有個樓梯裝了一個壓定值 240伏特 500瓦的燈泡 我們先寫下這個數值資料 就是240 伏特 500 W 500瓦的燈泡 同學再一次提醒大家 當別人這樣給壓定值 其實背後往往 就是提供這個電阻 這個意思 現在說這個燈泡可以 兩邊樓梯上下都可以 開關的 叫我們畫電路 特別要留意 上下都可以開關 其實就一定是 這種有兩個 開關的電路 這個叫雙向開關 然後其他都沒有特別 大家可以跟回這個答案 來看看參考 好,接著 接著就到B部分 就說 如果計算上 P等於 V2次方 Over R 即是這個公式 那 就代回這個240 和500 下去 好,代完之後 做些數學移看 計算 按計算機 就計到115.2 安倍 然後 接著就說 有0,1號燈泡 120V75W 就問哪個的電阻值 較大呢? 那就是拿同一條公式 拿同一個方法 但是用不同的數字 計算多一次 所計算 192 安倍 結果,我們就知道了 這個呢 原來這個押定值 120V75W 它的電阻值 是较大的